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没事吧 还好 混蛋我发誓如何你敢动它 小屁孩 你要没弄掉那鬼东西 说不定我还能放你走 别担心 雪莉 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 肯定有办法离开这里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代解说的生化危机2重制版 克莱尔片 这个时候跟两篇一样 两篇我们可以稍微操作一下 就是游玩一下 游玩有点怪怪的 操作一下 挨打王 然后在这儿我们可以操作一下雪莉 而这两个角色在六代里面都是主角 我们在这边 把这个稍微调整一下 两步搞定 拿出剪刀 这玩意是不是随机的我不知道 这个东西一拉不就下来了吗 干嘛非要找剪刀 到这边 不可想 这是怎么回事 雪莉是所有四个主角里面 最灵活的 最不知杖的 因为她多了一个动作 就是可以下蹲 你知道吗 在这儿有个收集品 莎莉的日记 这个是孤儿院的一个小孩写的日记 而写这个日记呢 还是规定的 好了 我们雪莉 萌萌哒 而且啊 雪莉在生化六里面 还是比较福利的一个关卡 爬上去 好萌啊 这一次给予 埃打王和雪莉 埃打王和雪莉的戏份 有点太少 多一点就好了 本身 利昂跟克莱尔的戏份就不多 整体流程背下来以后 一个多小时就能通关呢 蹲着出去 这扇门肯定就是出口 那扇门你走不了 本来外面有个大门 我们是走不了的 就到这边来 糟了 它来了 我有计划把生化零 和生化一的重置板给做的 但是 看情况嘛 反正那个 那个射击 或者说战斗手板 真心烂 所以电视角的 虽然重置板画面子还不错 而且有六十帧 这边 另外一篇日记 说有人看到日记的情况下 叫他赶快报警 这边 有东西在吃人 这个到底是人还是啥 还是玩具啊 还是 还是啥 有观众知道吗 想去哪儿雪莉 我都叫你不要乱跑了 你得学会听话 你得学会听话 不要过来 拜托 求你了 该教你点规矩了 你这个天哪 看我怎么教训你 你小杂种 别过来 为什么坏蛋哥是胖子呢 胖子朝睡热水啊 为什么坏蛋哥是胖子呢 这边是个收集品 但是雪莉是没法拿的 这下你完了 门已经锁上了 你在哪儿 快点出来 我知道你就在这里 让我花越多时间来找你 你的下场就会越惨 这死小孩一定藏在这附近 真见鬼了 这混账东西 拜托 不要 别再来了 我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给我滚出来 立刻 好痛 烫死了 就是现在 拿到了钥匙 跑啊 看见你了 别特色了 你还调戏人家警察局长 我要进来了 雪莉 快过来 这坏黑子 什么 游戏 你这鲜匙 你这鲜匙 继续了 不要 我这鲜匙要你好看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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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营 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别浪费我的宝贵时间 都把吊坠拿来 雪莉就死定了 吊坠 你要他做什么 你还要不要他的命 好吧 你在哪里 我在孤儿院 孤儿院 在哪儿 就在附近 你会看到的 雪莉没事吧 还好 混蛋我发誓 如果你敢 居然敢 混账 终于得到了 车库钥匙卡 你给我等着 混蛋 她说你跟雪莉 见面加在一起 也就三分钟的时间 你跟感情这么好 母性使然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整个幻雄市警察局 四楼三楼都拿掉了 二楼也拿掉了 一楼有一个接待处 就是刚刚进门大厅的左侧 有一个绿草没拿 以及在休息室 我在流程里面 没有演示到的 有一个幻雄的收集品 在我刚才圆圈的那个地方 其他地方该拿都拿过了 那个地方 下一次那个绿草 我还有机器回来 我会把它拿掉 也顺道 然后存个档 出发 原路返回到停车场 这个电梯我真的很羡慕 它专用的 其他人无法使用 用了也没办法 有的观众问我 能不能达成S加评价 S加评价是 好像是两小时通关 然后中间只存档三次 我又要达成无伤 又要达到全收集 而且还要看动画 看动画是占时间的 所以说应该S加不行 但是S应该是没问题的 应该没问题 三个小时吧 好像是S 哎呀 爆爆又来了 他又要来抱我了 一个小甜甜 一个爆爆烦死的了 这两个伙子 爆爆来抱我呀 这个地方他会 系统我给他加速保护 他大补 你啥是不练那枪法 不是枪法带他一起猛练 然后你这个体能不练 跑步不练 这个样子还是 慢慢跑 慢慢跑 我们先到这边来一下 哎呀 那两个丧失 会把门给弄开 触发一下他们开门的动作 然后到这边稍微绕一下 等他们往右边走了一点 以后啊 走到这边绕 倒进去 抱抱不过门的 来边 看来只有这条路 yes 这个地方是生化危机 最早的初代 就是第一个 最早的那个版本的时候 是走这一条路 好像是走这一条路 不要好像 就是走这一条路 进入 幻雄是警察局的 前面有一个篮球场 但是这个篮球场 已经比以前要大了 把他给打蛇了 好像这一把 威冲 很快就可以把敌人 给打跪 然后在这边 这好是打不过 接生间子弹 这边有一只狗 死掉了 前面就是那个著名的篮球场 然后这边有一个绿草 加上一艘弹药 既然这边给我补这种子弹 实际上就是鼓励我们用这个子弹 进攻 最好不要让狗通过来 然后还有一只 打头 很快就可以 出来以后 有一个 蓝草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我想的比较麻烦 就是容易被忽视掉的 这边有个说起 然后先把手雷拿掉 先不拿吧 先把手雷打回来 然后拿让手雷走 出门有只狗 Z字形 他 狗我真的不怕 没被他咬过 一般走Z字形 应该比较安全 OK 浣熊师外边的所有设计品 全部拿到了 这边就是刚刚雪莉 所在的孤儿院 进来以后 先别去找雪莉 我们先上楼 有全收集吗 上面有东西可以拿 你看 你看你进来不能偷偷摸摸摸的吗 你知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埋伏你 在这边乱喊 一枪就把你给崩了 不可想 然后这边有一个喷雾 然后有子弹 然后 院长的信 这个孤儿院会送一些孩子去做实验 而其中有一个628的实验体逃了出来 回到了孤儿院 但是他依然是被孤儿院的这帮人制服了 628在进行临床实验 身上可能有病毒 所以院长 销毁了628 并且把其他的实验体全部销毁 并且告知警察局 就是说 整个孤儿院 现在是有病毒的 告诉警察局 他们准备先把孩子 转移到其他地方 这个地方 等这阵风过去 以及这边彻底消毒以后 准备在这里 再次寻找更多的实验体 就是说这所孤儿院 是由保护伞公司资助的 在这边寻找实验体 是你的错 什么 太迟了 怎么 天哪 放开嘴 帮我去 刚刚那只虫子 从他肚子里面钻了出来 学历怎么样了呢 我们下去之前 检查一下 孤儿院楼上楼下 全部搜集出来了 然后幻凶室 警局后方 也都全部搜集完成 好 下去 雪莉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可莱尔 可莱尔 雪莉 我马上过去 快快快 可莱尔 他就在你后面 停 停下 快点 继续跑 继续跑 继续快点 快点 你说什么 爸爸没有 你还好吧 能听到吗 可莱尔 可莱尔 赶紧起来 他要来抓我们了 醒醒 快醒醒 醒醒 醒醒 快醒醒 睁开眼睛 不要动 没有感染 天哪 雪莉 雪莉 在哪里 雪莉 雪莉 没事 你认识雪莉吗 她的力量 真令人难以置信 雪莉她怎么了 我们必须评估眼下情况 你是谁 我叫可莱尔 我没有料到这个 不好意思 雪莉在哪里 喂 什么 雪莉 我叫亚尼 告诉我 威廉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 威廉是谁 是造成目前这一切的怪物 什么 你能帮我找到雪莉吗 金花似乎 比预期速度快得多 你要去哪里 挺好 我现在没时间陪你玩温打游戏 都在掌握之中 我必须找到雪莉 我的女儿不需要你来担心 碰到了雪莉的妈妈 而那个怪兽 G病毒所变成的怪兽 是雪莉的亲爹 到这边呢 我们先来看一些东西 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 先拿一个墨袋 然后看一下这篇的文档 G病毒的临肠实验 很快就要进入最终阶段了 在超越人类的全新生物 G诞生之前 请容我先对它的生物学 和生物功能做几点预测 实验体的智力会立刻下降 不出几日 它会丧失语言能力 最后它们会丧失理智和人性 即将会成为完美依靠 本能行动的生物 它只会受到生存 以繁殖的需求驱使 就是这个地方是比较详细的 再讲一下疾病毒 到底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 生理能力 由于异常快速的细胞演化 它对任何环境都有非常强的适应性 不止如此 它能够利用金人的再生能力 自我修复 如果使用火力不强的传统武器 要完全杀死它是非常困难的 繁殖行为最为惊人的特色 就是它对繁殖的强烈渴望 它会本能的搜索 以自己DNA相近似的人类 并在它体内植入胚胎 不过成功几率几低 而且如果DNA相似度不够 就会制造出发育不完全的基生物 我猜相似度够高的只有实验体的亲生子女 虽然难道威廉是想找他的女儿繁殖吗 到了这个地方 本集就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已经逃离了幻雄市警察局 并且准备前往下水道 跟两篇一样 我们在这边把装备 先大致调一下 本集就差不多了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准备给Clear换套衣服 我拿一个色带 拿上手雷 掉个头 好了可以换衣服了 本集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不要忘记订阅哦 拜拜